四集院的朋友们问说 请问如何面对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人 这是很好的问题 我自己的做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去设定一个很明确的时间 或者空间的这个缘解 大家都知道说我每个礼拜三 就是包含今天 我从早上十点到当晚 我都在仁安路399号 就是公众 然后我们就是重新气象 那个家乡的宫砖 拆掉了水衣墙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走进来 那边变成一个小型一个公园 当然自己的公园旁边 经过监控方式 只会有多了一个公园 那那边任何人都可以 有40分钟的时间 叫他预约的话 那然后谈随便 他要谈的什么事情 有些人真的显得有情绪 后面我会碰过一个发明家 他发明了有动机 可以远远不绝地产生出更多能源 你给他一度电 他可以发两度电 那是他自己想觉得 但他觉得说 这个台北市人所误解 非常的痛心 大家都不发准理 正好给他等等 那也有一位朋友说 他充满了使命感 他觉得说 就是他是雷尔运动的朋友 就是说外星人 很快就会降临地球 那台湾如果是 第一个去盖 那个给外星人的大使馆的话 那外星人就会 优先地降临台湾了 那所以我们不只有 国际关系 也会有新机关 那但是呢 这个呢 他在去外交部那边 陈勤啊 联署啊等等 但外交部都说 他没有新机科 他去外交部 他没有远见 那这也是一种 进去 对 好 那所以就是说 一方面有一个时间结构 就是大家了解到说 我就是会很耐心地停 但是也只有40分钟 因为40分钟之后 后面有别人了 那所以我想这个是 大家可以理解的一个状况 可能各位都有 门诊预约的这个经验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有一个空间结构 就是说 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讨论里面 他其实是预设是公开的 意思就是说 随时我旁边一定会有一个同仁 不管是速度是正在打字 或者是上一集正在录影 那我们的目的就是说 他跟我的对谈 其实是透过我 然后去给所有的不特定人听 所以这样子的话 也有一些lobby的死过来 也有一些想要lobby 特定的政策 特定的法规啊 等等的朋友过来 确实是没有错 但是呢 当他们知道说 不管是权问 或者是影响 都会公开的时候 非常有意思 就是你会看到 他们所有的论点 都是在讲 为了全人类好 永续发展目标 为了子孙的繁荣 什么之类的 因为如果他讲一些 对他好的 对别人不好的东西 这个出去很难看 所以在这个 就是开放的空间里面 它隐含着一个逻辑 就是大家还是必须要 以公共利益为行动 所以后来有动机难以为 我就好好的听他讲 然后慢慢他情绪被安抚下 我们就开始讨论 就是能资源循环啊 节能啊等等 他的很多发明 也许不能够一度电发两度电 可是他如果能够回收一些 那这个是很好的事情啊 那或者是说那一位 连人运动的朋友 后来我也跟他学到说 他有一个核心价值 就是从太空来看地球的话 会看不到国界啊 所以这个星际观 真的很不错 因为他可以一次跟全人类啊 有那种共情啊 那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我也有跟他学 所以后来今年 我跟这个全世界的朋友 讨论疫情的时候 最后sign off的时候 都会说这个 live long and prosper 这个神圣不喜 繁荣长盛 这个就是外星人的这个首饰嘛 这个是马克 就是马克人的这个首饰 对他的这个一个核心论点 其实也也蛮有意义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那个时间结构 他不会无止境的 这个耗用你的世界 有一个空间结构 就是说 让他觉得是一个安全的空间 但他只有公共利益的部分 可以讲出来 那再加上说 那真的我从他中间有所学习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他也不一定 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可以有限度的去 就是稍微 稍微发现一下自己的情绪之后 那这样子的话 反而他的情绪 让我知道 这件事情对他很重要 那对他很重要的话 到底里面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而不是只是 他以前被否定啊 或者是说被 欺负啊 等等的这些记忆 这些我就是很尊敬的 让他发现完 那但是最后 还是要独猎到一些 有功能力 有功能价值的东西 但是如果 没有这个时间结构 或者没有这个空间结构的话 那我的耐心也是有限的 我大概也是会受不了 那但是有40分钟的 这样子结构的情况下 我大概都是 蛮没有问题的